在厕所里面录的这一段话 因为怕打扰到大家的休息 所以就选择了在厕所里面录这一段话 好诡异哦这个氛围 今天早上的时候拍了CT 下午的时候查了学校 然后差不多下午四五点钟的时候就出结果了 医生跟我说CT结果显示肺部的感染基本上都已经没有了 然后查的写像也是显示说没有别的问题了 现在应该就是等着什么时候出院回家了 因为所有的检查基本上都做完了 好像是从昨天开始的吧 出院的标 这个嘴又出来了 好像是 好像是从昨天开始的吧 这个出院的标准变严了 之前我们这边是只要一次CT的结果 显示病灶是明显吸收 避险连去两次核酸检测都是阴性的话就可以出院 然后昨天之后好像就算满足这个条件也不让出院了 还需要再做进一步的CT和写像的检查 必须全部都要合格才可以出去 而且好像我们现在就算是出院了之后也不一定是回家进行隔离 有可能是转到别的院区再隔离一段时间观察 确认你就是完全恢复了之后才会把你放回家 但是医生说他今天看了我的CT片子说我这种情况应该是可以直接回家隔离的 因为基本上这个病情已经是痊愈的了 另外有小姐妹问我就是这两天的视频是怎么剪辑出来的 我主要用的是VNOG这个软件 什么VNOG这个软件 主要用的是INSHOT这个软件 对这个软件其实还挺好用的 里面有很多贴纸啊 上手还比较简单 另外一个用的是剪抖音的那个APP 就是剪印 那个我一般就是用来做那个打字机效果 打字机效果的那个片头啊或者是片尾 我一般用的是剪印的APP 但大多数我都用的是INSHOT这个软件 很容易上手手机就可以做 今天的早饭是小米粥 记得刚入院的时候 我们每一天的早饭都是黑米粥或者是小米粥 然后就是常规的每日鸡蛋 今天送的水果已经不是苹果呢 是橘子 我的苹果已经越积越多了 最后就是两个包子 马上要去拍CT呢 这个地方是护士哥哥和护士姐姐休息的地方 我之前一直以为他们是有单独的休息室 然后今天才知道他们就只能像刚刚视频里看到那样 坐在走廊里面休息 很辛苦 现在就出了我们住院的那一栋大楼 去走到下面去拍CT 每一次去拍CT的这段时间就感觉就跟那个医院放风一样 把我们放出来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 今天那两个小孩子都跟我们一起去拍CT 我们这一堆人全部都是检查结果 两次都是阴性的 今天去拍CT再复查一遍 如果没有什么问题的话应该就可以出院 这是我刚入院的时候住的地方 就是最开始在豆瓣里面 大家看到的那个比较阴暗的房间 我就住在那栋楼的一楼 这个医生刚刚在叫我们走快一点 这个通道是我们之前每次去做CT的时候会走的一个通道 后来那个通道就再也没有让我们走过了 现在拍CT的话都是需要从这个坡走下去 然后绕到医院的大门 从大门进去走到二楼再去拍CT 然后再原路返回 这是医院的大门 我超想出去的 大家都走得好快 好了 现在我们要去拍CT呢 今天是午饭时刻 我不知道为什么 现在就是饿得越来越快 今天早上其实什么都没有干 就是去拍了一个CT 哎呀我终于看到了 看到了这个嘴 对这上面也没有我家的嘴吗 没有了 我就是早上去拍了一个CT 然后现在整个人就饿得特别特别特别的快 其实什么都没干 但就是很想吃饭 哇今天的菜 菜菜 好肥的肉啊 我要看这一块 这一块才全部都是肥的 然后今天 哎呦有土豆 我已经好多好多好多天没有吃到过土豆了 然后就是蘑菇 香菇烧的排骨 香菇烧的排骨 这是香菇 香菇 哇烧的还不是排骨 好像烧的是牛肉 哇这个烧肉好大 吃饭出了 今天的晚饭依旧是鸡汤面 为什么我会突然用依旧这个字啊 感觉好怪 明明才吃了第二次 真的很香这个面 护士姐姐说 我们吃的比他们吃的还要好 真的是医护人民们都辛苦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